大家好呀,我是卓卓 我独自升级不是出动画了嘛 其实最早 我就是做了这部作品的漫画解说 吸引了第一波粉丝 时至今日 私信里还有不少人问我 当初我做的解说在哪里还有看 那现在同意回答 咱们B站官方有动画版了啊 今天呢 就简单从动画版出发 聊一下这部作品 我独自升级原名Solo Living 属于是在国外爆火的现象界漫画 如果说特点呢 就是一个字爽 两个字战斗爽 故事基本从头到大尾 几乎就没停过 没什么水分剧情 完全就是升级打怪 再升级再打怪 有人说 诶 这不就是国内的小手门吗 我都看过不知道多少了 诶 此言差矣 爽文也有等级 这部作品可以说是爽到极致 接着四话名款 一点涂涂都没有 质量更是爆炸 全程看下来 我愿称之为 纯纯的大脑皮层按摩 看了就等于增加情绪价值 故事感慨简单来说呢 就是世界上 突然出现了不少地下城的副门入口 大家也觉醒了臭能力 被称作猎人 根据职业的不同 有的人是战士 有的人是法师 或者治疗 只要打通地下城副门 就能获得奖励 反之如果放着副门 长期不管 就会被里面出来的 怪物侵略破坏 男主程潇雨 就是最低级 最垃圾的一级猎人 调成为 只能在团队做做搬运工 混子 而某天团队打完 第七副门后 发现这个副门后面 还藏着一个隐藏本 叫双重地下城 里面有座巨大的神像 团长不顾劝阻 这一开关 结果就触发了 里面的神像巨人 接下来 所有人都几乎被屠杀一空 只有一小部分人逃了出去 而男主程潇雨 则作为累赘 被团队丢下 在实际上新星的前一刻 程潇雨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没错 就是系统 这回人家问 是否要成为玩家 点击确定后 再醒来就回到了外面 这里就涉及到 本作的一个核心设定 那就是 所有练脑的等级 都是天生固定的 从E级到S级 但唯独带着系统的生效语 可以一路升级 他可以跟玩家一样 去专门指定的 玩家副门 杀怪 调出装备 升级 增加属性点 甚至是获得新技能 别人只能原地踏步 他能一直升级 这和标题不就对上了吗 于是 他不断下副门 打哥布林升级 打红狼升级 而且在升级过程中 还发现了一个 系统的小bug 那就是 任务报酬宰的不领取 等战斗中没血的时候 领一下 可以瞬间 全出来挥门 而且游戏系统 还有很多 我们想不到的妙用 例如在对战 第一个副门boss 早折之王 蓝色毒雅 卡萨卡的时候 描小的人人身躯 该怎么打 这么大只怪呢 很简单 那就是加点 这些人不是升到15级了吗 属性点还留着 打到一半打不过了 全都降到力量上 徒手拆大蛇 直接零片都给你按爆了 这条大boss就挂了 打完之后 拿到了一件 西游属性武器 蛇牙座的匕首 只要接触到敌人 就会附加麻痹 失血等各种状态 通完了第一个副门 实力增强 就连发型都变帅了 这次 暗影军王的出版 就上线了 增强完实力后 程小语家的任务 和一个团队 合作下副门 这次的副门队友 两个C级两个D级 由于实力还没暴露过 他负责的任务 就还是老一套 搬运工 当混子 除了他以外 还有个零食夹进来的个人 一个技术菜 但装备比较好的富二代 让程小语感觉奇怪的是 这支队伍说是打副门 但压根没带治疗 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而且他们在看男主 和富二代的表现 一直都很不对劲 终于在BOSS房间面前 发现了大量的魔力矿石 富二代提出 大家都是一起下副门的队友 根据合约 这些值钱的货物 本来应该平分 队长黄东时表示 这当然没问题 不过我们这次 没带挖矿装备 麻烦你们俩留守一下 我们出去拿 结果刚走出门 就把房间口给堵上了 原来他们的套路 从来都不是打到BOSS 而是被带新人身上的装备 当然没有必要带治疗 与此同时 生下还惊动了沉睡的BOSS 蜘蛛BOSS绝醒后 这种怪物一个人打 敌血有点太吃力 成效已一度被压制 但大家还记得之前 说过的那个小Bug没有 哎 灵群人物暴手 可以恢复满状态 轻轻一点 直接回满血 再加上手牙匕首 每次中一下 就会叠加流血麻痹之类的DBUFF 蜘蛛BOSS 足 等黄东士他们再回来的时候 也没想到这俩还活着 只是以为 富尔的装备太好 运气好 一脸凝笑 直接动手 成效已被偷袭 一是模糊间 他终于想通了 人被杀就会死 不反抗也会死 至此终于黑化成功 冷酷的暗影君王已上线 终于黑化成功 当初看漫画的时候 就觉得这一段特别人 没想到动画版完美还原出来了 比我想象中感觉还要好 目前呢 我独自升级 在咱们B站就能直接看了 后续呢 程小宇还会转制成死灵法师 以及各种说不下 红骑士耶格利特 幼影飞龙 蚂蚁王贝尔都能召唤我 被他干掉的敌人 都能复活成硬 召唤到自己麾下 可谓逼格拉满 真的超帅 本番呢 就是纯爽路线 追求的就是头部皮色按摩 前列推荐追范